但是最后的引爆点是在立法院里面 针对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呢 有一位立委他只花了30秒 他在现场就是反正大家现场打成一团的时候 他拿了麦克风然后躲在角落 然后慢慢的讲说 就是就是把法案念念念念念 然后用30秒把它念完 然后就说通过这样子 然后全部人都气炸 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 然后后来学生闯进了立法院 才开启了318运动 然后开启了后来的这一连串 风起云涌的这些民主的 这个再一波的运动浪潮这样子 所以当时的这名立法委员是谁呢 就是张庆 欢迎回到天下第一台 我是扑姑娘 天下第一台为您带来各种世界上第一 特别是台湾的第一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特集 这一集我们要来为大家民主开箱 而帮我们打开这个箱子的 就是我们的林亮君台北市议员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 那我们上一集其实讲了这个亮君 从参与社运变成岛国女神之后 然后接下来变成照浪者 对然后接下来也真的成为了人选之人 而且还就是抽签都抽到原来服务的那个办公室 服务处也是同一个这个天选之人的故事 那顺便先来问一下 当时怎么会叫你这个岛国女神的 当时因为就岛国前进嘛 因为后来318运动之后 其实学生团体就有成立非常多的组织 然后来去推 当时不管是公投啊 然后或者是各种两岸的这个关系的监督条例等等 大家要去修订 或者是怎么样去推动公民宪政会议啊等等 所以其实就是兴起了很多组织这样子 那当时我是参加岛国前进这个组织 那当时最重要的就是打破鸟龙公投 所以当时是修正公投法 对然后因为在岛国前进嘛 所以当时就被封了一个称号这样子 对 但我觉得封成神都不好啦 就是我还是当个平凡人就好 没错没错 这个战神都是很容易隐落的 好那我们上一集结束之前 其实有聊到这个选民服务的部分 然后想请亮君再分享一些些 就是真实在选民服务上 你可能哪一个案件真实改变了这个选民的诚情 真的解决了他人生的问题 对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个故事 其实五年多来将近四千件的案子 真的是 四千件啊各位 现在要回想说哪个案子怎么样 真的是可能要回去看案件记录 但其实大部分来找我们服务的 我觉得近期啦 最近这一两个月比较多的都是法律上的问题 我就看到很多人因为被诈骗啊 然后或者是这个家庭的这个财产纠纷啊 然后或者是邻居这种彼此的这个漏水问题啊 然后或者是感情 也会有这种感情婚姻问题 其实这种很多然后都会来找我们 那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的协助就是 给他们法律上的资源 然后让他们去理解说在接下来的法律行动当中 他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跟其他办公室不一样 是我们还有提供心理健康咨询 那就是从去年因为疫情就是比较趋缓之后啊 其实有发现说大家对于这个疫情改变大家的生活形态之后 会发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其实变得不是那么容易 然后再加上说疫情期间 因为当时可能有确诊的人在当时最严重的状况底下 会被大家质疑说啊 你是不是去找尾毛病啊什么的 对那所以就也会被投影异样的眼光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呢 确实也都让大家有很多就是心理的健康需要被照顾 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我觉得这这个就跟我们生理上会生病 心理上也会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因为大家对于说要去医院 譬如说要去找资商师 或是要去找精神科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害怕 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像人家会不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这真的没有什么 就是只要生病了就是要好好的接受治疗 而且接受专业的协助 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有了这个心理健康咨询的服务 那我们就是每个月会有两天的时间 我们提供四个时段 然后让民众来预约 然后我们是跟台北市的资商心理师工会合作 那都是非常专业的资商心理师 那其实他就是有点像初房 就是大家来讲 就是民众来讲让自己面对到的困境 那资商心理师会给你一些初步的这个回应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让你理解说 这个资商心理师这个工作 他能够对你的心理上的健康 有没有起到帮助 那如果有的话 当然大家或许就会自己再去外界 找适合的资商所 然后再自己去安排接下来的资讯 那我觉得这个是让大家更能理解到说 心理健康心理卫生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都一直每个月 从不间断的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再加上近几个月 当然MeToo事件频传 所以确实我们也接到很多 MeToo事件里面的当事人 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咨询服务 然后提供他们 因为除了法律上面 他可以采取的行动以外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MeToo事件 很多时候它是发生在 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或当下只有那个行为人 跟当事人两个人而已 所以其实你要真的能够在 法庭上面拿出证据 然后进而让对方落入到 刑法的这个检讨范围内 其实门槛是非常高的 所以最后很有可能 这些案子就会变成不起诉 但是对这些当事人来说 他无疑又是一大的重击 所以我们会通常会安排说 在法律咨询之后 因为律师当然是给他最专业的建议 然后有告诉你说 这个案子有没有机会成立 或者是你必须要有哪些资料 才有可能 来能够正式的对对方提起告诉 所以这很多时候 其实有可能都会让当事人 觉得有点沮丧 所以我们也就会再安排 心理健康咨询 透过这个智商心理师的 一些陪伴跟辅导 能够让他理解到说 他现在所面临的困境 这样子 那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我近一年多以来 我觉得提供这样子一个新的服务 然后我觉得是 因为有别于其他办公室 然后但是我觉得 这是对现代人 大家在高压环境之下 因为社群网路 其实很多时候 你都会受到言语上的这些影响 或心情的波动 我觉得很有可能都会让 心理的健康受到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的陪伴 我觉得确实也帮助到了许多人 所以就是除了一般的这个 灯亮露瓶水沟通之外 对其实我们提供的 法律咨询跟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我觉得也是这几年下来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我们服务的内容跟重点 好所以各位市民朋友们 亮君服务处是有提供这些 法律咨询跟心理智商咨询的服务的 谢谢亮君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好请假 请假25570658 好那接下来就是要问一个武当级 对进入台北市议会 要去问证啊 要去咨询啊 或者是要去立法 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或者是说你真的去在咨询的时候 问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让市政府真的做出改进跟改变 对 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人选之人里面 看到的这个好像真实 可以为选民们带来改变 所以很多人去参与这个照浪者的工作 对 所以今天呢就是想请亮君分享一下 你进入议会之后 真实的为了台北市民们 还有这个台北市政府带来了什么改变 那我们先从这个咨询开始好了 咨询其实呃 大家知道说呃 青年朋友很关心的社会住宅居住正义问题 大家知道台北市之前爆出四万块的社宅 其实就在我的选区 嗯 就是名轮设宅 那当时这个四万块的租金爆出来之后 全部都就感到非常的震惊 我说天啊我在外面 那我为什么不去租外面的房子就好 我还要来租设宅居然要四万块 是 那样子 然后后来我们才发现说 其实台北市政府的租金计算公司是有问题的 嗯 那大家知道说社会住宅 其实它基本上它是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 没错 因为它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能够让呃 这个一定的这个收入水平以下的这些人 他能够用比较低的租金来去承租房屋 而这个房屋是由政府来提供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平易房价 从国外的报告显示说 其实社会住宅在呃 整个城市里面达到一定的比例之后 它有助于平易房价的这个效果 那所以这两个目标 其实它都具有这个社会福利 或公益性的性质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一直跟柯市长讲说 社会住宅 你不能把它想成是呃 一个赚钱的工具 你也不能来想说 我要回本 嗯嗯 因为你说像 你该呃这个高速公路 或者是你该捷运 你就想着说这个本业要回本吗 没可怜嘛 对不对 那你说像捷运 其实捷运的本业啊 是亏钱的 是 捷运的收入 赚钱是来自于安宁的 来自于他的业外收入 就他的广告收入等等的 但是他本业是亏钱 大家会说哎 为什么亏钱 因为他具有公益性质 他要提供人民的大众运输 也希望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而社会住宅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要提供这个比较低于市场租金的这些价格 然后能够让这个市民来去承租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当时市府定租金公式的时候 他把成本的计算 他连地价税跟房屋税都放进去了 但大家知道吗 其实地价税跟房屋税它是地方税 也就是其实呢 他还是交给台北市政府 也就是他其实对于市府来说 就是左手进右手出 没错 对所以他根本就不应该被寄入成本当中 所以在我们的强力质询之下 我跟苗布老的强力质询之下 后来我们也在议会的预算里面 正式的做成一个决议 就是说要把这个社会住宅的 里面的租金评估 要把地价税跟房屋税从成本中移除 重新调整租金的计算公式 也就是说在未来 即将落成的这些社宅 他们的租金计算 就会把这些成本拿掉 然后重新来去做评估 我想接下来的这个 台北市社宅的租金 就应该不会再出现这种 什么四万块的这种 夸张的社会住宅 因为大家年轻人 对于这个居住正义的关心 这其实就是落实到我们的咨询 然后在我们的要求里面 达到一定程度的 这个里程碑吗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大家知道这个台北通 就是台北通不是就是 会获取大家很多的个人资料啊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其实是在资讯安全上面 是有点隐忧的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柯文哲所推行的这个台北通 他绑定了超多台北市的公有场馆 跟你要申请台北市的非常多的服务 都要跟台北通绑在一起 可以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台北通是吗 对台北通呢 它就是一个APP 然后呢 它基本上就是要绑定你的这个市民的 就是你的个人资料啊 你的身份证等等 然后这里面 你就可以去点选非常多的市政服务 然后或者是说 如果你要换这个台北市的一些熊好券什么的 它其实也都会存在台北通里面 然后像你如果要去登记台北市的露营场地啊 你也要透过台北通 登记公有 你也要透过台北通 去图书馆 你也要透过台北通 反正呢 就什么都爱台北通啊 但是呢 有些市民朋友 他不愿意将他的个人资料 就是给台北通 因为台北通其实在当时并没有符合 就是譬如说ISO多少的这些认证 是在我们的要求之下 他们才逐渐去取得这些资案认证 那所以呢 再加上说我们台北市的这个 也已经迈入高龄化城市 其实非常多的长辈 也都不知道怎么用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其实并不普及 然后也不友善 所以我们当时就要求说 所有的市政服务 你不能只提供一种登记管道 你不能只有提供台北通的这个APP 来一定要强迫大家装 而是你要提供多种不同的管道 以前借书 你也可以透过借书证啊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借书卡啊 对不对 那不能说一定 你一定要下载这个台北通这样子 所以这是当时我们也在议会里面 正式做成这个决议啊 所以就是也就是说 让更多的民众 他可以自由的选择这个方式 因为我觉得很多 呃像柯文哲他都会觉得 这个智慧城市啊 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问题是 智慧城市的前提必须是 这个东西好用 能够被大家接受 而不是你强迫大家使用 你强迫大家使用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中国共产党了嘛 对啊 所以这是不对的方向 而是政府建立了一套 更完整的服务系统 然后让大家觉得好用 大家就决定去采用 对 然后大家就开始觉得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把更多的这些服务 连动到这个APP上面 那而不是强迫大家 你一定要装了这个东西 你才能使用我们台北市民的服务 我们所有的台北市政府都是人民纳税企的 所以不应该 因为这个有人没装台北桶就不能使用 这是不对的 对啊 就是一个政府 他应该是提供多元的管道 给不同族群们 就是可能比如说年老者 或是年轻的人 他们习惯用怎样不同的管道 去接触到这些市政府的资源 对应该市政府的角色 应该是这样子去做提供的 对然后你可以说 在你提供这些服务 这些管道的同时去宣传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装这个APP 然后装完之后你会更方便 但是它毕竟不是这个 比如说年长者 习惯的一个管道 所以就是谢谢亮君帮我们 就是监督台北市政府 对让这个台北市政府知道 他们应该要怎么做事情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例子吗 接下来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 就是双城论坛 双城论坛全名叫做台北上海城市论坛 当时我们在双城论坛里面 其实我跟几位议员 苗布尔议员 然后邱威杰议员 然后林颖梦跟黄玉芬 当我们当时是主张把双城论坛的 经费给删除的 然后呢后来呢当然国民党就反对 那后来进入政党协商之后 我们就说那不然来下不再决议 当时民进党团也是决定要删除 那但是因为这个在政党协商里面 就大家双方僵持不下 我们就说那不然我们就下一个淡数 就说如果呢这个中共的军舰军机 持续扰台的话 是否不得动之这笔经费来举办双城论坛 然后呢这个决议也确实出了协商 然后也通过了二读三读 但是呢柯文哲他还是举办了双城论坛 那他举办了双城论坛 然后其实花了这个钱 最后呢他现在目前还列在台北市的呆账上面 因为当时我们就说不得动之 对啊 对所以大家会讲说 这个台北市议会议员应该就是权力很大啊 什么之类的 No 其实行政权真的是大过一切 所以你看像即使是我们连议会的决议 市政府不愿意去遵守 我们最多的就是予以谴责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议会里面 真的是需要要更多像我们这样子的议员 强力监督进到议会里面 给他们够多的压力 对因为其实当时虽然说这个决议他也通过了政党协商 但是当时因为柯文哲他并不是民进党也不是国民党 也不是社民党 所以呢作为一个台湾民众党一最大位的状况底下 他想干嘛就干嘛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觉得议会所发挥的这个作用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选民意代表一定要胜选 因为你选了市长 对市长要胜选 但是呢选民意代表更重要 因为他要监督你所选出来的市长 是没错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在议会里面的政党协商啊 然后跟行政权跟立法权之间的这些互动 然后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会需要市政府帮忙 有时候我们又希望市政府能够正式的来去 在议题上面做表态 其实这中间的折冲跟谈判 其实都我觉得是这五年来 我觉得让我学习非常多的事情 而且你是以无党籍的身份进去 跟大家做协商 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很无力会吗 因为我上一届是时代力量党籍嘛 那后来无党籍之后 其实因为以台北市议会而言 其实他们都很开放说 各个党籍的议员都可以参加政党协商 那我觉得在政党协商里面 也可以充分表达意见跟想法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学习的这个沟通的艺术 跟谈判的技巧 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过去在 跑社会运动啊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说可以获得百分百的运动 成果 但是进到这个议会的实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真的很难 所以你要怎么样在一来一往当中 还是把自己所坚持的价值推进一步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还是坚持一百分 但是你坚持这个百分百的价值之后 其他人都不接受 但唯独你坚持的话 那最后可能就会是仍然是那个最传统 最守旧最保守的法案被通过 而我们所推进的任何一步都没有往前 所以怎么样让对方也接受一点点我们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台湾的民主或政策的行程 从来都不是说一夜之间隔天 整个就变得不一样了没有 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一棒接一棒的 所以对我来说是 只要我能够往前推进一步 那就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然后后面如果有更多的人 像我们这样子的年轻人投入的话 也同样再把这个价值持续往前推进的话 那他总有一天就也可以达成满分 对啊 所以请各位给我们这些小党一个机会 给这个进步的五党集 一个机会继续为大家服务 好那接下来就要问一个更深入的 就是我们知道地方议会 其实可以定这个自治条例 对 那想问一下这个在你议员的生涯 有没有定出什么自治条例 然后带来什么改变 我们当时是有推那个 城市移居自治条例啦 里面包含的就是有关 节能减碳跟净零碳排的一些计划 就是针对说 大家知道全球在2050年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净零碳排目标 那以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台北市每年要减少多少的碳排放量 那这个目标要怎么样去达成 那都是透过这个自治条例里面去完成 那这个部分是由我们要不要议员起草 然后我们几位议员来联署 那我觉得在这个推动过程当中 其实市府他们也有推动 他们自己的一个版本啦 那当然其实他们也是因为议会 有了议会版他们才提出 对那我觉得在这个沟通跟协调之下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议会在推进市政府的进步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自治条例 其实在议会里面 我们其实这几年下来 因为法案的行程真的是很不容易 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研究 那我觉得像这样子进步的议题 大家过去可能都觉得 净零碳排就是我们在这个 很多的游行上面大家会看到 可是要怎么样把它化作政策 化作每一个局处里面 它必须要做哪些事情 甚至要编列气候预算等等的 这些要怎么样化为具体的政策 它作为一个自治条例 其实是能够被落实的 能够将我们过去在街头上的主张 能够带到我们的城市里面 对 哇这个我觉得特别无党籍 会很难推动这个自治条例 对不过刚从那个亮君的言谈 也可以听到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会看到 这个自治条例过的是 市政府提出的版本 或者是其他大党提出的版本 但是他们提出这些版本的前提 是因为小党先提了一个版本 很多时候就是我就会讲说 其实我们这些人 不管是小党 或者是像我这样无党籍的独立 候选人 其实进去之后都会让议会起了非常多的化学反应 譬如说我们开委员会的时候 因为后来我们就说要直播嘛 然后所以议会就有了委员会的直播 跟大会的直播 然后呢大家就会知道谁有开会谁没开会 所以呢这些有些老议员就以前都不开会的啊 都来签道就走啦 那现在都不敢啊都屁股黏在椅子上面 不敢乱动啊 那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啊 然后或者是大家也会笑称说啊 只要跟我们这几个年轻议员抽到同一个委员会 就要开无限多的会 因为我们的我们审查预算真的是逐条 一条一条一条审查 真的 对没有因为通常有的人说 这整个包裹 然后就结束了这样子 所以对于议会来说 真的有更多的心血投入注入 其实还是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改变 刚刚有提到一个很关键 就是议员其实还有个职责就是审预算 对那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个审预算的过程中 我相信这个是非常艰辛的过程 因为我看过预算书 真的是看不太懂 就是他写了一个很长串的那个名词 但你其实不知道这个窃窃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就是预算书 预算书大家会觉得很可怕 但是反正看不懂的 你就请局部提供细项 因为通常我们会看出 因为他一定会分成两个 金长门资本门 然后金长门反正他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这些人事费啊 这些东西这样子 那你在这些以外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看他年度的新兴计划 就是他的新增项目跟新兴计划 然后就是这个市府 他接下来想要执行的新的工程或新的政策 那这些其实以在台北市议会来说 他们各个局处都会特别把它标出来 因为他要争取我们的支持 那因为在预算书里面 他里面不可能写细项 他就会告诉你说 新兴项目 比如说某某商圈 行销推动计划这样子 然后比如说三千万 那他就写到这里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助理就会去把这个细项抓出来 然后跟局处要说 那请你提供我 你这三千万里面的规划分配是什么 他们其实都有 所以其实掉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有些为什么广告费要这么贵啊 为什么什么的 其实就可以从这里面抓到很多美港 然后再去咨询 然后会发现说 其实你不用花到三千万嘛 或者是说你的花费不用这么多的话 那我们就砍成两千万 类似像这种的 或者是有些工程预算 那我们也会确认说 为什么工程预算你现在要追加 那你追加是不是 就是你过去评估的低估了 还是是因为近几年原物料跟人力的这个 劳动力的薪资上涨 所以你必须要去增加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请他们做说明 对 所以其实 审查预算真的是一个冗长的过程 因为他通常都是从下半年度的 大概11月份开始审查 然后一路审 然后12月 然后通常都会审到1月份 对 就是一路审 因为他会 每一个委员会审查各局处 他会一轮二轮三轮 甚至之前我们还审查到第四轮的都有 然后第四轮的之后还要进到二读 二读委员会的这个委员审查完之后 进到二读 有可能还有其他不是这个委员会的议员 有意见 然后所以在二读又会再卡关一次 然后二读卡关之后 可能一轮二轮 不行 那就大家又拉到政党协商 然后政党协商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 不知道审查 协商好像六次还是七次吧 我已经不知道吃了几盒顶太风小龙包 就是协商会发那个顶太风小龙包 然后我们去协商的时候 然后协商到第六次的时候 就说我们已经吃了三十颗小龙包 因为一次吃五颗 但是我们已经吃了三十颗小龙包 大家要不要赶快决一决 因为有时候僵持不下 真的这个政党协商 他就会一直一直下去 然后最后再回到大会 确认二朵没问题 才进行三十颗控制 然后大家才过年 对 所以 但是大家就是会想说 那审查到一月 隔年一月 那这样子隔年的预算 是不是就会不能动之啊 其实呢 台北市 就是说各个机关单位的预算 只要是基本的 譬如说 人事费啊 租金啊 等等的 退休金等等的 这些 他都是会正常发放的 他会卡关的 真的都只有叫做新兴计划 对 有时候新兴计划就是 如果议会没有审查通过的话 那他就不能执行 他是一个全新的计划 对 会因为这个审查的过程过于农长 万一他是一月要执行的 对 所以他就会 对 所以他就会往后拖 所以就会是这样子 所以并不会发生说 因为议会就是 审查到跨年度到一月 然后就变成说 一月薪水会不会发不出来 不会 不会发生这种事 政府不会倒掉 对 就只是说 政府的这些新兴计划 我们还在审查当中 所以他们就还不能 预算通过之前 他们还不能去执行 这样子 好 非常的感谢亮君 帮我们这个市民朋友们的口袋 的税金把关 因为真的 其实在 不管是私人公司 还是这个公营单业 待过就会知道 有的时候就是什么 年末要销这个预算 什么 其实就是有些东西 他当时没有估准 对 那其实 要怎么去判断 这个 有没有估准 其实就是需要 议员来帮我们把关 去帮我们删解掉 其实福报的预算 甚至很多 我觉得都 变成肉鞋了 就是公家单位 就多报一点 然后给你砍 对啊 对啊 那你不砍 他就是滥用人 知道吗 他就会觉得他转到 超怪的 这是我们的纳税钱 对啊 当然就是变成一个 这个人性 对 就是要去突破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就是有个保护所 对 就是我们的议员 所以也欢迎大家就是多多支持小党 因为很多大党 特别是 也许他跟市政府是同一个党的 很容易就是给他宽宽 就是 就是没有足够挑审查 对 包裹审查过去了 然后很多细节就没有被挑出来去纠正 对 那 呃 我们知道上个会期 其实那个 应该说上一届 那个你跟瓜吉 还有呃 林亮君 林营梦 对 然后还有苗博雅 因为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政团 对 而且你们当时还有去攻占一些那个 对对对 委员会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吗 因为当时就是说 如果大家分散开来的话 其实力量会比较小 那其实我们五个人组成一个政团之后 一起去抢一个委员会 再搭配跟其他政党 民进党的合作 我们都可以拿下召集人 那大家知道在呃 审查预算的时候 其实召集人真的非常重要 嗯 就是说呃 我们 召集人他可以决定说 我们今天这个案子 大家所提出来的呃 这些议员所提出来的咨询 那到底是要删减 还是说我们要保留 还是我们要留到下一轮 嗯 那其实召集人都有非常非常大的权利 包含说附带决议到底要怎么下 怎么写 然后主持这个会议 所以所以其实要拿下召集人 我觉得真的是 像我们这样的 如果要这个散兵的话 其实真的是不行 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团结起来 所以当时我们五个人 因为平均每一个委员会 大概是十到十一个人 嗯 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五个人 只要再加上一到两个人 其实就可以拿下一个委员会了 嗯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也有跟民进党合作 所以当时我们也确实拿下来 几个委员会 然后担任召集人 然后也确实就 我刚刚讲的这些附带决议啊 从居住正义 到大家的直通讯安全 然后再到预算的审查 这些都是我们在委员会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下的重要的一些结论跟预算的删减 嗯 不然我们介绍一下委员会好了 因为很多市民朋友们 其实可能不太清楚这个议会的运作 没错 就是在每个议会 其实立法院也一样 那他都会分成好几个委员会 那每个议员呢 他原则上是只能有一个委员会 嗯 原则上 那我等一下再讲说 为什么是原则上 那以台北市议会来说呢 总共就有六个委员会 那他就会分成 比如说 呃 财建啊 公务啊 等等不同的 那以我的 我现在目前所在的财政建设委员会里面 就包含了财政局 产业发展局 资讯局 哦 然后跟这个叫做 呃 翡翠水库管理局 哦 还有台北自来水处 嗯 这样子 那这几个单位里面 譬如说产发局下面 大家就说 哎 产业发展局是什么 因为里面呢 又包含了市场处 嗯 然后管理商圈的商业处 然后还有照顾大家 毛小孩的动保处 哦 所以呢 在我刚刚讲的这些局处呢 其实都在我们财政委员会的下面 嗯 那在这个委员会下面呢 也就是这些局处呢 他们就每一年 第一会期就要来跟议员做他们年度的工作报告 是 然后呢 在下半年度的时候就要提出他们的预算 进到委员会里面 给这个委员会里面的议员来去做审查 嗯 那审查完之后呢 再进到二读的大会 然后非委员会的 这个财政建设委员会的议员 他可以对这些预算再去表达意见 但是如果你本来已经是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你就不能再表达 因为你本来这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就应该已经要有充分的讨论 除非你有保留大会发言权 嗯 那只是说因为大家在这个各个局处里面 台北市这么多局处的包山包海 真的没办法每一个都顶到 所以他才会拆成不同的委员会 然后让每个议员去做审查 那我刚刚讲说为什么原则上一个呢 因为有时候会有两个 因为我们有几个特殊的委员会 第一个叫做法规委员会 第二个叫做这个程序委员会 第三个叫纪律委员会 那法规委员会呢 其实就是说 每一个我刚刚讲的这种 财政建设委员会里面 会派出一个代表去法规委员会里面 那这个法规会里面都在干嘛 就是刚刚讲到 都在审查台北市的自治条例 对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 譬如说财政建设委员会里面 要被派去法规委员会的那个议员 他就会有两个委员会 对 他就是要去开法规委员会 然后也要财政委员会 他也要来开 然后刚刚讲到说 程序委员会就是 每一次大家在开会前 他必须要订定说 那我们这次的议案 有哪些要排进来 有市府提案啊 然后有议员提案啊 然后跟哪些案子 上次已经被战割了 那要在这一次排进来吗 还是要继续放着 所以这个其实也牵扯到 很多这个意识杯葛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 在程序委员会里面 他确实也会起到一些 政治上的牵制作用 这样子 那这个也是同样 每一个委员会都派一个人去 这样 那再来就是纪律委员会 那纪律委员会比较少启动啦 就当然就是 议会里面如果有议员 就是有这个出格的状况的时候 那就可能要被送到这个 纪律委员会 来做相关的陈储 对 绿党有敌言 对对对 就是当我们骂议长 或是骂 没错 骂一些传统势力骂太凶的时候 传统势力就会联合起来 把你送到纪律文会 然后让你这个暂停职务 隔几个月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小党生存不易啊 没错 连太凶都不行 对 真的是很辛苦 对 谢谢亮君帮我们介绍 那么多市议会内部的 这个运作模式 帮我们做了这个民族的开箱 那这个法案里面 有没有还有比较深刻的 改变了什么事情 法案里面有一个 大家应该前阵子有讨论到的 就是所谓的囤房税 那就是囤房税 确实我们也订出了几句 跟最后要交多少税率 其实市府有提一个版本 然后当时我们几个 小党无党的人 我们也自己有提出一个版本 所以最后 但最后通过的 其实是我们的版本 其实是 非常了不起的李晨沛 以邱威杰议员领先的 这个最后囤房税 最后是达到3.6%的这个版本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也确实在议会里面 一直争取大家的支持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里程碑 而且3.6%其实是中央法规 订定的最高上限 对 但是其实很多这个其他的县市 都没有订到这个3.6%那么高 而且台湾的房屋的持有的成本 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甚至之前有朋友跟我分享 他在美国的这个房屋持有成本 跟在台湾是十分之一的差距 对 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台湾的居住正义 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后最近有那个修到4.8%的样子 中央的法规 对 所以就是希望其他县市继续更进 而且最近那个存房税要全国总归户 就是说你在各个县市 以前可能只有单一县市 那你接下来他可能要全国总归户 本来只算你在这个县市有几户 不会管那个其他县市的 对就是会 这个到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会蛮大的影响啦 对 这个都算是居住正义的一环 那其实大家想说要平易房价要打房 真的是有非常多的面向要去考虑跟考量 所以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在政府上面 中央现在这几年下来 从平均地权条例 然后再到最近 也就是昨天 我记得是昨天也才刚宣布的 这个吞房税全国总归户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那其实真的在居住正义的议题上面 相较于过去的国民党政府 我觉得在这八年来 其实也是居住正义 其实民进党政府大有进展 嗯 有逐步的往前走啦 没错 比起那个把房价抬得那么高的国民党 对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那最后呢 就是一个给亮君的宣传时间 哦 对 因为我们知道亮君他有两个好朋友 是的 一个叫吴珍 目前参选新北市中和区的立委 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位叫苗博雅 以社民党参选台北市大安区的立委 所以想说今天亮君都来了 是不是可以帮这两位好朋友 帮忙他吹票一下呢 我想台北市的大安区苗博雅议员 那其实大家应该对他非常熟悉了啦 那他其实从一开始在 呃 悬运之后就投入了这个 呃立委的选举 是 然后立委选举之后 他还持续的在戴安文山去更远 然后还在2018年选上议员 那在担任议员的期间 大家也知道这个炮火四射啊 那就是柯文哲最害怕的人 柯文哲还点名说 谁能够打败苗博雅 就就是在给他这个 家官升约这样子哦 所以 所以哦 我就说这个呃 柯文哲的战力哦 我想这个已经是在水准之上之上 那所以我想在大安区的选民朋友 因为 大家知道 柯文哲的这个竞选对手呢 是罗志强啦 那罗志强呢 其实他也是在网路上非常有号召力的 然后他以前当过这个马英九的秘书长啊 然后呢 但是呢 他最有名也让人家最困惑的就是呢 他这个选了 大安区的议员之后呢 又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有点过动 他就会想说 哎不行不行 他又要跑去桃园 想要选市长 然后呢 选回市长 没有争取到 然后又什么再战什么 然后后来又扭扭扭 然后再跑回来 大安区要选立委 就整个人不知道在做什么这样子 就是 他完全没有任何经营地方 关心地方建设的这个心 他只是在想说怎么样 可以获取他个人的政治地位跟政治声量 那我想 我们应该不需要这样子的民意代表 我们希望 他是专业 强力监督 论述清楚 能够保卫台湾 能够在国际上为台湾发声 我刚讲的这五个条件 苗博亚一个人 五个条件通通都有 所以大安区苗博亚 绝对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那接下来就是 新北市的中和区呢 吴珍他代表民进党来出战 那他以前熟悉吴珍 可能都是在学生运动时期 然后在后来他投入 松山信义区的选举选了两次 居然都只差几百票 没选上 我就说吴珍可能没有议员命 但是恐怕有立委命 阳光综合 蒸蒸日上 所以希望各位在 新北市中和区的朋友 能够把你们的选票 在明年的1月13号 一定要投给吴珍 大家知道吴珍的对手是谁吗 就是张庆忠的儿子张志伦 张庆忠是谁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 会不会知道 其实当时318学运 最重要的爆发点 其实当然整个社会 对于马政府的亲中政策 都有非常多的不满 但是最后的引爆点 是在立法院里面 针对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 有一位立委 他只花了30秒 他在现场 就是反正大家现场 打成一团的时候 他拿了麦克风 然后躲在角落 然后慢慢的讲说 就是把法案念念念念念 然后用30秒把它念完 然后就说通过 这样子 然后全部人都气炸 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 然后后来学生闯进了立法院 才开启了318运动 然后开启了后来的 这一连串 Fontory云涌的这些 民主的再一波的运动浪潮 这样子 所以当时的这名立法委员 是谁呢 就是张庆忠 那张庆忠呢 是中和区呢 这个非常有名的地产大亨 跟摩铁大亨 他有非常多的Motel 这样子 然后呢 当然他的儿子就是 当然也是一样是财力惊人啦 那这个张庆忠的太太呢 同样也是中和区的议员 所以其实他们整个家族 在中和区呢 势力是非常庞大的 那在这个学运之后呢 张庆忠因为这个事件 所以最后落败 那最后现在是由这个 民进党的江永昌议员 做了8年之后呢 那决定来交棒给新的年轻一代 那就由吴珍来接上这个年轻传承的棒子 那但是吴珍要对上这个金牛 我们讲说这个 家里非常有钱的张公子呢 真的是很不容易 这需要大家一票一票的来支持吴珍 那目前呢 在这个选区里面 因为应该会是撒卡都的这个局势行程啦 民众党的邱成员也投入了这区的选举 但大家我刚刚已经讲了 民众党最大的目标就是送柯文哲进总统府 这真的太奇怪了 很像一个邪教 所以呢 拜托大家 千万不要加入邪教 支持年轻专业有活力 然后论述能力很强 批判能力很强 主持功力非常好的 巨蟹做暖男 综合无真 拜托大家 阳光综合 真真日上 好我们谢谢亮君议员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边 那大家知道天下第一台是一个要求正确性非常高的节目 因此呢有些事情要跟大家更新 首先就是要先跟大家说这个录影录音的当天是7月6号 也就是两个半月前 那有些事情呢就在9月19号发生了变化 那就是9月19号也就是节目上架的上个礼拜呢 李亮君在赖清德副总统兼民进党党主席的推荐下加入了民主进步党 那其实这一集我没有提到这个小党啊第三势力啊五党级的困境 我觉得这也可以作为 为什么很多人最后还是选择了加入一个跟他理念比较相近的大党 然后选择去这个大党里面去做一些革新 去做一些改革 去做一些把更进步的价值带入到这个大党的方式 好来让台湾更好 那总之我这边是衷心的祝福 但是呢同时也希望各位朋友也是继续关心第三势力啊小党啊 这些进步力量进步价值的发展 好的那今天这一集呢其实比较硬一点哦 因为我们是讲这个一个市议员 进入到议会之后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 那如何透过咨询 如何透过这个知识条例订定 如何透过省预算这些议员的招式 议员的职责来达到真的监督政府的目的 那今天亮君给了我们非常完整的解析 那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一次的民主开箱 更了解身为一个议员以及身为一个立委 他们进入到国会的殿堂 进入到地方议会的殿堂的时候 他们要扮演怎样的角色 这样子之后当大家在看一些政治事件的时候 也许可以看得更透彻清楚一点 好的那这边是天下第一台 我是扑姑鸟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上Apple Podcast 给我五星评价 Spotify跟Mixerbox也有评分系统 欢迎给我五星 那不论你是在哪个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按下订阅键的按钮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哦 还有天下第一台也有Facebook 有IG 更重要的是有LINE的社群 欢迎大家加入 跟大家一起做即时的讨论哦 我也会在上面回复大家的问题 最后如果你很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分享我的节目给大家 并且每个月赞助我一杯咖啡价格的赞助金 让我继续做更好的节目 好天下第一台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见